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局部肿胀可能更加自然一些 但是由于眼检我们做完手术以后 那个局部有一定分离 个别人就是说 手术后可能眼睛产生一些局部的稍微的刺激症状 然后如果是年龄大的人 本身50岁以上的人就可能会有眼睛的睫毛干燥症 然后做完手术以后 睫毛干燥症可能也会更明显一些 总体恢复最少三个月 然后有些客人也许需要达到半年左右 这样的症状 比如说刺激症状 眼睛干燥 这些症状可能都会逐渐减轻 但是手术后 局部的皮肤松弛 皱纹 这些矿钩 还有带状凸起 这个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但是可能伴随的一些刺激症状 只要看个人的情况 然后逐渐逐渐恢复 所以不要太着急